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福泉健保健康文化为本福利周全为先 开放注册于12月7日截止 即刻致电您的联邦医疗保险国语顾问 新闻项目追求保洁 郭台铭昨天送出了103万份的留属书 送到了中学会 照项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数字 因为过去就算是送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的留属书也不过才106万 但非常奇怪的氛围是 他昨天丢出了103万份之后 今天鸿海股票大跌 我们要注意到了 台湾股市今天是大涨的 台湾股市今天大涨了100点 100多点 结果没有想到鸿海开盘 居然一下子跌得2%多 另外我们看到的 整个检调单位 对整个会选的这个差弃毫不熟然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北市的前里长 还有高雄市小营之友会的理性厨长 也都被收押了 今天还有更可怕的是 现在在收押境界或者是在整个查核过程里面 越来越接近郭台铭的核心 甚至过去郭台铭的亲信都在整个检调单位 约谈的范围中 所以真的就像郁峰之友讲的 这个搜查的范围由外而内 现在真的直指整个联署整个敬拜 如果真的直指整个敬拜的话 那对郭台铭或是对郭台铭最亲近的人 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还有就是中国 中国更可怕的是 现在之前不是讲吗 对针对他的税 针对他的土地进行了查核 而现在有一个影片 这个税他到底要罚多少钱 还有这个土地到底有多少的土地 非常清楚的一笔一笔的算 问题是富士康今天马上做了澄清 马上说这子虚乌有 而且他要诉诸法律 但问题是这个帖子 这个影片有拿下来吗 这个影片有停止这个传播吗 都没有 代表是不是中国默许 让这个影片继续流传 而中国默许这个动作 又代表什么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带大家帮手一单 财新专家黄收 送您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总长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政论专家林丁辉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美点黄伟汉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美点黎一峰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争美点黎一德 大家好 好 最近看到来 郭台铭居然丢了 103万6778份之后 我想说我吓到了 对 在中华美国没有人拿那么高过的 对 外加班很讲 你是120万 你比送水还高 对 我想说好 透懂啊 你这个东西一过了以后呢 青州已过万重山 没有人挡得了你了 你这个总统的门票拿到了 可是没有想到 当你拿到总统门票之后 各方面对你的压力 各方面对你的打压 并没有停 今天鸿海的股票 这是最直接的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大涨 鸿海居然大跌 还有检调单位 已经根本在查了 查到哪里 查到他的亲信了 更不用讲中国 中国有一个影带 非常清楚的 说你要发你多少钱 要查你多少的土地 还有你这个钱 你这个土地怎么来的 我怎么算的 虽然鸿海说 富士刚刚说 没有 子绪误委要告 可是这个影片 我刚刚查了 还在流传 而且过去我们对郭台北的印象 就是他是沉寂思汗 所以果然 昨天宣布说 我拿到了103万的 这个联署数的时候 大家完全吓了一跳 比预估还要多太多 因为历史上的话 只有这个宋楚瑜赢过他 而且他说 我原本有120多万啊 我们是自己筛选的时候 才送103万出去哦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比宋楚瑜还多哦 宋楚瑜那时候 民调有40几% 我无论如何 我还是弄出了103万张 所以大家想 哇 这等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你这样的话下去来说 你这个总统大选 就要考量 挥掐这样撵过去 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要开出 所谓的庆祝行情 我本来以为是 他已经堂堂吸水 出乾春了 但是宋楚瑜 目前有两股力量阻止他 阻止他往前进 这两股力量来说 低股力量是什么呢 原本我们认为说 照理说 他这样参选下去之后 哇 红海股价 应该要出现一个 庆祝行情 就没有 今天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他送 他公布说 103万张 没多久之后 中国网络上出现了 非常多 攻击富士康的铁字 还在攻击 对 所以逼着他在 这个 我们注意这个时间点 6点 他说我送出了103万张 他在7点 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 富士康集团发表 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然后同时之间 他也在台湾的重讯发表说 网络上有传什么 富士康被测财要补 所以1800亿啊 还有2万 2万的 2万平方米的 这个足球场的 2万个足球场的 这个土地 都都是子虚无有 所以那他为什么 要出来否认 如果 不是网络上 拼命的传 他干嘛出来否认嘛 所以 6点公布 对 富士康集团 7点半赶快成亲 晚上又在台湾成亲 就今天早上 当然 因为大家 没有错 你是 103万很厉害 但是问题 大家更怕 1800亿 所以今天台股 虽然涨100多点 他股价照样跌 你说富士康的成绩没有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他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那边 对他失造 造成一个非常大压力 另外一个是什么 哇 现在减掉了 在查他整个 可能有这个所谓 遗运的 这个 这个连鼠族的遗运的时候 现在遍地开花 现在最新的动作是什么 有个北市的这个 前里长 已经被收押了 另外还有 高雄小英自由会的 理性组长也被 也被收押 现在已经 全台有20个人被收押 而且对这个 郭台铭压力大 是什么 现在慢慢慢慢 从周边组织的 慢慢再靠近到 这个郭台铭的 核心的人物 对 其实尤其他重要干部 我相信对郭台铭来说 本身也形成了 某一个程度的压力 好 我们之前讲到的 郭台铭经营总部 专门负责 联署的黄州 有讲说 你现在查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都没有关 你又不是联署站的人 你又不是我们的人 你跟进班 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你们就只想花个 两万二十万 你们来把我们 糟蹋我们 这个太无聊了 可是 今天大家觉得 风不对了 而且你就觉得 这个检调 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出 因为第一个 基隆市 联署总部的负责人 魏毅敏 第二个就是 附加生计代表的 廖本阳 这两个人 竟然也被检调约谈了 是说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出现 惊天动地呢 对 没错 你如果是什么当铺 或什么黑道 或什么江湖人士 或是说其他的政治人士 OK 那可能你要说 郭台铭有关系 或者说跟这个 郭伴有关系 那大家可能说不清楚 但是 这两个人就很难说了 为什么这样讲 这让郭伴就 让郭台铭就可能 会有被连接上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就是 基隆市的这个 连署总部的这个负责人 魏毅敏 你看 他的样子就是这样 你想想 那不是就是一般的人 不是 他是什么 他曾经担任过 洪准集团的董事长特助 洪准集团 所以他其实呢 是郭台铭过去的子弟兵 那甚至他 你看他负责很多 目前为止来说 他很多这个健康业务的时候 其实他也在旁边 我们知道 目前为止 郭台铭自己本身的核心事业 他离开鸿海之后 他现在都在做一些健康事业 永宁基金会那些 他现在在帮他做 他在做生计 在做健康采业 那他就是负责健康采业的人 那他现在是 他是高雄连署站的负责人 他被约谈了嘛 被约谈好 那被约谈说 你这边有非常多疑点 好 但另外第二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 附加生计的这个代表 叫廖本阳 这个附加生计 我们可以讲 他当初有推出一个叫 核酸检验的口水机 当时是郭台铭还帮他站台 而且郭台铭就说 这是我的投资嘛 所以说其实 他跟郭台铭的关系是 相当 为之更加密切哦 就没想到他呢 他目前为止来说 被人家约谈 约谈之后后来 他现在 这个约谈到早上 从凌晨一点 到早上六点才出来哦 而且他后来 三十万元 获得交保 而且获得交保的时候 你看他还重金理聘 新北的这个检调的 前检察官 叫廉师潘来陪征 也就是说 鸿海的格局 我要这个 立重量级的 前检察官 量级的律师 或是检察官 陪统之后 然后让他出来 所以这个 秋楼看起来说 有点好像已经 碰到所谓的郭台铭 核心人物的这个状况 而且这两天 这两天 其实台北震灾 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讯息 就是什么 郭台铭的儿子 郭守正也被约谈了 虽然我们刚才讲 黄世兄今天第一时间 马上澄清说 子虚乌勇 没有这件事情 可以可以看出来 整个氛围 整个气氛 是一直往 郭台铭旁边进行了 为什么会有说 所谓郭守正的问题呢 因为事实上 这个整个金流的问题 来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郭台铭呢 他应该是不会让 这个黄世兄 主宰这个金流 因为这金流 听说是 可能有十亿 数十亿以上嘛 那不可能 钱很多 所以可能就是 由郭守正 那所以为什么 会有这个传言 那当然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郭伴是认为 没有这件事 而且除了刚才讲 台湾现在检调单位 全员动员 然后开始清查 而且越来越接近 这个郭核心之外 另外一个这样的 中国有一张帖子 说你要补税多少钱 你有多少的土地 要被收回国有 当然现在富士康说 这不是真的 但问题是 你看到这些帖子还在哦 还有你看到 这两件有很多的帖子吧 富士康你在中国 有多少的土地 甚至你在中国土地 这些价格多少 都交代的巨细迷移 而且是像昨天开始 在网路上流传的时候 富士康被测查 捕税一千八百亿 还有两万个族球场 大小的土地 收回国有这件事情来说 我举一个例子 在台湾如果你假造一件事情 富士康说你要告的时候 你会怎么说 赶快收起来啊 收起来 问题是在中国 这些帖子都没有收 还在 那你想到底 为什么他会在 所以可见 要逗富士康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他根本就不怕你 所以这个氛围来说 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尤其是你看到 它里面很多的 你看譬如说这个帖子 超过九千两百万的 这个平方米的 占地面积 富士康被查 隐形地产 大二扶苏水面 这个帖子 就是新浪网共识 对 他讲的非常巨细迷 他从1993开始讲 说你为什么 你从1993 在我们中国 大幅的列地 他说你站在一个 在这个龙滑场 这个站在一个高地上 跟这个当地官员说 看得见的土地 我就要了 所以当时这个 2.3平方米的 这个平方公里的龙滑 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这是中国富士康 最大的一个场景 你觉得我一喊 对 就是2.3平方公里 对 那你知道 事实上当时的时候 一平方米来说 如果价格换算的话 大概是10块20块 所以说保洁 那事实上现在深圳 这个一般的房子来说的话 你可能都 一平方米都是好几千 甚至要破万 所以这个价格来说 是多么黄金的 这个地段 你说增值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好 那你还要说 你好像郭台铭老早 就已经包藏祸薪 2005年 你就悄悄成立 属于你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那你要注册额30亿 然后就开始投资什么 深圳 上海 武汉 成都 很多地方的 虽然就开始在开发 虽然它不是 百分之百的 所谓的代工厂 它也在做开发的状况 不是都工业用地吗 对 那你看它还说什么 你开发什么 圣宣的这个 弯军的这个项目 还有什么 一大堆的这个 包括说什么 富士康的这个商贸城 乐山的这个商贸综合体 都是所谓的 这个商业用地 所以你搞了这么多 然后它又开始数什么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对你多好 你看你2017年 你要在深圳这个地方 有一个工厂 好 你就在广州真人 对 它是说我们给你的价格 是起始价 则楼地板面积来说 一平方米才263块 他买这个多少钱 他都知道 对 好 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好 2022年的时候三月 你在这个 干州这个地方买的话 楼地板的起价面积 是136块平方米 虽然说每一个 他每一个都被你盘点得 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才说嘛 经过这一次帖子 这样运作之下来 我觉得富士康呢 恐怕真的要吃上一张 大罚单 好 这个联署中间的一些弊端 包括 你有没有对价关系 你有没有伪造 还有你有没有伪造文术 这些事情 本来一开始 黄世就讲 那外面的事情 那跟联署在都没有关系 我们联署在都没有这些事 跟你说不是 你昨天就讲 他会慢慢地收尾 慢慢地收尾 会收到了 你如果今天真正抓到了 近半的人 那就兵狗了 对 我们昨天在录影的时候 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火车对撞 这已经停不下来了 火车对撞 所以剪掉的步伐 是不会停下来的 所以我们录影结束之后 马上就动起来了 你说谁说都没用了 对 市里地检署 昨天晚上 大概是深夜的时候 带着搜索票 是有检察官 是调查局的人 带搜索票 带着鞠票 去请人来 回来说明 而且已经不是黄世就讲的 那些人我们都不认识 那些人是不是想要弄个20万 弄个2万块就来修路我们 来招套我们 没有 昨天抓到了一个重点的人物 重点 是谁 他叫做廖本阳 这个人呢 他是附加生技公司的代表 那这个人就可以跟郭那边 有连结了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没有办法说明说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所以说一开始抓到了 北投温泉大坑陈首林 或者第二坑你抓到 竹联邦的大佬 钟馗李钟馗 对 你说那个都跟我们有关 那是外面的人 跟我们有关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 不可以有任何违法行为 可是今天 如果搜索到了廖本阳 那就很难跑掉了 而且廖本阳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讲一下廖本阳是谁 他是附加生技公司的一个代表 而这个公司呢 是谁投资的 是郭董投资的 因为他在过去来讲的话 郭董想要做一个口水测试的一个东西 所以当今天查出来 他被地坚数给带走 而且呢 最后是有什么 有30万元交保 就表示说强制处分 所以今天 今天这个郭董他身边的人 听到吃他的时候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你讲到他 你看当初就是郭董站在他旁边 一起来推动这个口水测试 对 你说讲到他之后呢 你就很难去解释 是修法讲的东西 这个我们不认识 然后呢 他这个就不能讲了 你一定是有认识的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调查局知道中间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 你进办你的连署站 跟这个科技公司有什么 有什么关联系的 对啊 对 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做生技科技的 你跟这个竞选 你跟这个连署 哪有什么 有什么关联系的 对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不管是国民党 不管是民进党 都有他们的党公职来涉入 现在来说的话 整个犯罪的模式 都非常清楚的 你当里长的人 你有什么 你有人脉 而且呢 你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讲过的 它是第二层 他们就是负责什么 团爸团妈 就负责去收的 因为他们的人脉 是非常绵密的 甚至他们还敢去跟警察讲说 哎 你要来抢一下吗 要给你钱 所以这表示说呢 这个东西是遍地开花 而且他们毫不掩饰 他们要去买联署书的 这个犯罪行为 你再来抢一下 对 你要多少钱 对 一个死吧 然后叫警察来抢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太阳出来之后 叫警察来签 对 所以其实在地方 已经传得风风火火了 甚至是已经到 不是这种也太粗鲁了吧 对 已经到后面的时候 他们还持续去弄 所以包括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 红准的特助 好 他是负责人 然后呢 这个是他们的官方的 一个联署站 现在来讲 这些东西一个一个 都要被勾击出来 而重点呢 就是说你有送这些东西 送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它的价值在哪里 而是你敢送 代表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好了 表示说呢 这些人都有 有可能是 他们当初来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东西弄下去之后呢 检掉有机会 在这里杠上开花 好 尾翰 所以刚刚讲的 我就看到103万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刚刚讲 按照中华民国 这些过去联署 林阳刚好 我说干过了这么高的位置 你包括刚刚讲的 包括宋主 当时是省长 给了那么多人 不过106万 更不如讲陈旅安 陈旅安当时有四大三头 帮你这个佛教来联署 都没有那么多 你一个人居然可以到103万 可是你见到103万的时候 我刚刚讲到 中国的打压持续了 今天你的股票下跌了 还有 检调单位 还是继继续在查 我姓郭 哥我郭 没人连署 比我多 好不好 他真的有可能最多 保险哥 不是说宋楚瑜多吗 对不对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 宋楚瑜在2000那次 宋楚瑜张昭雄 106万8888 就是取谐音啊 一路发啊 168 106 8888 那时候宋楚瑜张昭雄 出来就是这个 结果呢 一刷下去12万没有了 最后是94万 所以宋楚瑜那时候是94万 送了 106万8888 最后是94 为什么 因为那一年还有 许继练跟朱慧良 所以很多人重复联署 那保险哥这一次的话 主力就是 郭台平 那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刚刚其实玉芬跟大家说 地方有什么 有买个资的 有去抄这个联署书的 是伪造的 这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宋楚瑜 接下来 他在11月14号之前 必须跟大家讲最后的数字 他真的有可能成为 中华瑜估的史上 他只要超过94万这个数字的话 联署最高的 没人联署比我多哦 但是问题是宝杰克 他的麻烦也最多 这不属于当时有人被收押吗 没有 有人被收押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观众朋友 到现在为止计算一下 我可能算错哦 20个了 20个被收押了 所以全台各地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观众朋友 因为你要知道哦 今天你送了这么多联署书 没有问题 可是他现在 中选会麻烦的你知道吗 我有认识中选会里面的那些 因为我们以前的新闻 总是会问一些消息嘛 他说这些是最重的 因为上面要求 要非常审慎的查核 要审慎查核 但是问题是 他说我要怎么审慎 我怎么知道 这个是250买的 还有300买的 我现在很好奇 第一个是 对 我现在很好奇在这里 你现在有的是用买的 有的说是我跟什么 当铺要的名单直接弄的 还有说根本没有 我就是直接伪造的 叫这个所谓的高中生 国高中操的 那你只有外面这样吗 还是你这103万里面也有 那我接这103万 我的检调会进去查吗 好来我跟导佳哥讲 很清楚的几个步骤 跟大家讲 检调在现在中选会认定 联署书到底有几份之前 是不会去的 因为他现在认定的是分数 那认定分数我刚刚就讲的 年纪不到20岁 剔除 已经往生了剔除 以及 他可能有伪造之嫌的剔除 比如拿出来 签笔一样 笔记都一样 每一个人王大同李大名 怎么每一个人笔记都一样 这个他就会拿出来 或许就剔除了 他现在做的是这个 但是来源可能不干净 比如说 他是用钱买的 250 他怎么会知道 中选会里面的资源 怎么会知道这是买的 所以那个是后端 如果检调要查 顺藤摸瓜 把那个编号 他里面可能找到说 这里面有编号手册 是什么什么什么 哪一些编号的 一对 已经送进来了以后 那个是后续的问题 那是检调讲 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但现在 所以检调会进去查吗 没有这个我不敢说 因为检调现在目前 不会去冲中选会 中选会拿到的东西 是这个联署书的分数 但是联署书的分数 取得过程有问题 不需要现在去中选会 去查那个 因为他当地各地 全台开花到处收押 保洁哥 二十起啦 你要知道 因为一起一起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 宜兰不是本来五个高中生 我现在已经变六个了 你叫国中生高中生 坐在那边干嘛 我去买了个资以后 因为这是买了个资嘛 总要有人腾血吧 那个就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再怎么厉害 你能有多少笔记 而且你怎么会叫 国中生高中生犯法呢 这个腾血有问题 这个是其一 其二就是说 国伴讲说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会有人用 两百五三百四百五百 那都跟我们没关系啊 有可能地方太热心 或是其他原因 这个解到后续再查 但法杰哥 你今天在这个 进人总部里面 我刚刚讲 发米酒 或者是发卫生纸 这个就会有问题了 卫生纸 在云林的卖了 一整箱 昨天两个收押就是这样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现在为止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吗 来 画面出来吧 就能看到 他上面告诉你 这一箱 他连钱都给你写在那边 导播后面再cue 高百块 高百块 谁在那儿 你看 那你写 有900块 写在下面 六条900块一箱 你怎么可能拿一张脸鼠 900超过30 太多了 但是你要知道 米酒是北北基桥 北部在查 这是云林卖了农会 而且他也不是郭台铭 连署站的 但是农会里面的 这个相关的承办人 跟那个秘书 他们两个在过程当中 请大家写连署书 而且还可以拿走 这个价值900块的卫生纸 昨天就直接不客气 两个人就收押了 所以弄到后来 怎么可能有这种状况呢 你只是个连署 全台已经这么多的case 然后20个人上收押 真的是前所未见 所以我说了 虽然103万那个数字 有可能剔除之后 还超过94 他就比宋楚瑜更高 超过百万挺台铭 百万连署 但麻烦一点最多 对 我这跟你讲对了 麻烦非常多 所以今年的郭台铭 这个连署 可以说创下一个记录 就是说他短短的 他一个素人 也没有政党奥远 破百万 厉害 但是全台到处用钱去买 而且收押已经超过20个人 这个绝对空前绝后 以后不会有人这样干 因为这个很危险 触犯了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第87条第二款 这个是要关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董事长 刚刚讲到 这件事一开始 他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样的片地开花 而且各种奇奇怪怪的形式 连叫国高中 去超身份证的资料 这种事情都会跑出来 但今天 感觉到 因为今天有一个传言 白是说 查到了郭台铭的儿子 当然现在竞选总 不是否认说 这子虚乌有 还说那是蓝营放的消息 但有两个人 一个是附加生计公司的代表 廖本阳 另外一个是 这个连署总部的负责人 魏一敏 他说他也是红准的 这个董事长的特助 这两个人 为什么一出来了以后 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呢 我觉得刚刚这个 我才讲一句话 说这个事情 空前绝后 他讲错了 空前不绝后 以后连署都可以这样干 因为正规的连署 是怎么连署 正规连署就是说 我现在宋主义怎么搞 你记不记得 他办活动 对 当场在那边喊 然后大家 大家热情都起来 对 很丢的开始签 一边联署 一边造势 一边搞民调 对不对 就开始深思的搞点 借着联署的时候 对 冲出一个个人的声望 冲出一个高民调 结果这一团是怎么干的 跟那个以色列去打加萨一样 地道战 神不知鬼不觉就干完了 地道战 地道战 神秘的战争 真的啊 我问了很多朋友说 你去联署战有看到人吗 没有啊 那联署战里面有人在签名吗 没有啊 你在一切平静无波的状况下 一百零三万 一百二十万 不是一百零三万 这个是神秘战争 羽形战争的胜利啊 你看这太厉害了嘛 而且这个通路 你看到吧 我跟你讲嘛 这个什么包括你看 我们钟馗哥 对不对 包括我们这个仲铭哥 这些都是道上的知名人物嘛 那么多人都进来帮忙 那表示说 冲完一些老兄弟都会成功嘛 一百万 那我下次我要选的时候 我搞三十万 会成功 好那可能讲啊 你现在本来讲说 那些都是外面的人啊 那些人跟我们不认识啊 那跟我们这个联署战 跟我们建议人物 完全没有关系啊 可是为什么 找到了廖本阳 找到的就不一样了 那个跟司法上有关系了 廖本阳扯到压到廖本阳 廖本阳三十万交保的时候 就表示他的断点设计出问题了 因为廖本阳已经很核心了 你知道吧 他很核心 廖本阳非常核心 搞到廖本阳交保 就表示他们这个流程 设计是粗皮肉的 这个东西 廖本阳是 大概差不多每天 要跟郭董在一起的人 每天哦 那这时候三十万交保 这个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所以我认为说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操作 但是检察官叫他三十万交保 是检察官自己的心证嘛 也不见得有把握 就压不下来啊 有本事你把药本阳压了嘛 没有压他嘛 对 所以换言之讲 他的证据力逐步逐以形成 所谓的构成犯罪要件 目前不得知嘛 因为侦查不公开 以后再过两三个月我们就知道 这个可是以这个名字来看的话 他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核心 我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但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专业经理人 第三点我再讲一句话 你都注意到一个问题 这些所有收押的人 都在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 就是汇选嘛 好瑞德 这我想问你 我看不懂了 现在一边来讲 检察官单位查得如火如荼 一方便我就丢了一百零三万 那大家就想说 你这个是 被人都算不起了 宝杰我请问你 检调单位现在正在 这个侦办当中对不对 是不是侦查不公开 对 侦查不公开 那么中选会有本事 从检调单位这边得到 哪些连署书是假的吗 不能 不能的话 那请问 如果继续侦办下去的话 有几个地检署 现在是好多地检署哦 失灵地检署 已经发动三坡搜索 但是各地的地检署都在发布嘛 甚至于包括外岛的地检署嘛 那全部都会在11月24号以前 全部都侦查完毕 然后起诉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因为还在正办当中嘛 所以既然不会 就不会 中选会会从这个 现在查扣的资料里面 去得知哪些的连署书 是真是假 不会嘛 那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 那么 这些连署书 刚刚讲到李中奎 竹联邦中奎呢 是地检的大佬 是我跟他 我跟他非常好 是我劝他当年不要这个去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竹联邦的帮主的 那么请得动中奎出来 为什么 因为竹联邦没有八千也有一万的影响力嘛 然后道上的兄弟你想想看 照你签你会不签吗 所以呢 道上一签 家人随便闹隔夜郎对吧 身份证隔夜郎 你知道成千三万 马上全部都出来耶 道上这么好用 马上都全部出来 没有一个 没有 全台湾大概道上的那个零距力最强 我跟你讲 我要一千份 我要五百份 我要到啪啊 全部来的嘛 动点不在于李中奎 重点在于 谁叫得动李中奎 重点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你要知道嘛 这个这一波 在这边跟大家爆个小料了 因为还在正办中不好讲啦 事实上有些人啊 在这次处理相关的这个事情里面呢 嘴巴不够挤 为什么 在监听过程中 什么都讲 那时候 监听过程什么都讲了 你记不记得 警政署长黄明昭 陈先生立法院直接讲说 现在全台湾都在办 对 记不记得啊 那时候其实只办了几件而已嘛 然后黄明昭讲完以后呢 革命几件 全部都 全部都 全部都利用出来嘛 因为有些人啊 嘴巴很大 就直接电话里面 帮我连一下 帮我连一下 然后就直接讲了 那么以今天 侦办的一起案件为例好了 一个前名代 一个前名代 他直接统包啊 二十万包 一千份 二十万就是我给二十万 反正我不管你发多少 你就给我一千份就对了 用统包的嘛 请问你在台湾 这么多的善心人士 你保健康就要正办到今天为止 收压这么多人 然后办了这么多人 总共办了多少案 十八个案件 全台湾包括本岛外岛 然后各县市 十八个案件 牵扯到一大堆 这十八个案件 我刚刚说了 单单这个北投 双北跟桃园 40第95发动已经散坡了 那么这些案件里面呢 难道这些人都吃饱的撑着 就是我自己从我家里的金库 然后搬钱出来 然后帮你 帮你给钱送人家 我太爱国董了 还有不同的样式 为什么呢 钱从一百块 我跟你说 这中间还有经过 层层的抽拥啊 为什么啊 从一百块到一千块都有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然后到一千都有 然后呢 从送米酒一直到送整箱卫生纸 什么东西都有嘛 其实就是透过各种的管道 然后想尽办法去赚钱 这里面听说还有资深媒体人 从中签 从从这个的穿针引线嘛 还有媒体 没有人脉要怎么去搞这些嘛 我讲坦白的 你跟我还有黄伟瀚 我们大家有办法去找到这么多人 来搞这些东西吗 那我就很好奇啊 我们连送钱都不知道要怎么送啊 那我要坦白 送钱也是个艺术耶 你搞得如何如何 都搞得这个样子 这 那郭代明还能选下去吗 这里面 刚刚告诉大家就是说 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些重要的断点 就是被监听的这些人啊 事实上都一直保持监听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太大嘴巴 所以从里面就像个金字塔一样 从来没有侦办一件案件 这么好侦办的 我讲坦白 因为哪里哪里哪里 虽然现在黄世修说 所有的人都跟我没有关系 他们连送的东西 都跟我们这一百零三万份 没有关系 然后呢 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 我就讲嘛 事实上就这么多好人 18起案件里面这么多好人 自己愿意拿钱出来 这个等于说帮你连署嘛 还有影响力那么大 自己要坐牢 各位要知道 郭台铭这次啊 卷入这个事 你说会不会有官司啊 我跟你讲 因为呢 郭台铭大家都知道 就算他连署过了 但是他要被这个检方提起 所谓当选无效 这个可能性很低吧 对不对 可是 连署收费罪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现在就要看到他的断点 设在什么地方 就这个断点 现在为止 最靠近最靠近郭台铭 这个断点 他愿意一间扛 那就到他 他不愿意一间扛 继续下去 你怎么知道 在今天过程中 电话还有什么东西 是目前为止 检调单位 没有让你知道的东西呢 新闻万象 关键时刻 福全健保 健康文化为本 福利周全为先 开放注册 于12月7日截止 即刻致电 您的联邦医疗保险 国语顾问